同志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大盤今天又反彈了30點 今天是震盪盤 中場前打到平盤 尾盤要拉起來 來 通常尾盤拉起來都是 比較特定的力量在介入的 那我們看到這個行情 最近很多人都問我一個問題 你到底有沒有選舉行情 很多人都會這樣問 你是震益師 到底有沒有選舉行情 越少做了閃路 到現在才在問你有沒有選舉行情 那我就說明一下好了 這位明股息率439 對有經驗的老手來說 有經驗的老手 他對選舉行情的一個看法 通常是發生在投票日 就11月29 這些11月29 3到6個月前就漲完了 講得很清楚喔 3到6個月前就漲完了 這是有經驗的老手來講 他對選舉行情的一個看法 越靠近選舉 股票反而漲不動了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很多事情如果你一知半解 通常就要花很多錢來買這個經驗 所以選舉行情有沒有 有 但早就走完了 戲已經演完了 你不要想進來看戲 這戲早就演完了 來 你看一下好了 是不是真的是3到6個月前 你看從7000多點漲上來到9000多 這裡是7600 這裡是9500 漲快2000點 那你看這一段 那怎麼去年6月就開始漲了 哇 漲到這裡對不對 這個高點是在7月中旬 那我們看到現在11月 頭面喔 現在11月了對不對 7月中旬8 9 10 11 大概4個月了 高點早就看到了 三個多月前就看到了 這樣懂意思嗎 有沒有 有啦 走完了 所以你現在不要再期待選舉行情 選前通常是震盪整理而已 早之後等你拉上去了 那有人不能讓他跌下來 不能讓他跌下來的力量 通常是執政者 然後跌下來的時候 你執政不利 為什麼選舉跌那麼深 所以厲害的人早就先拉了 拉完 你愛護盤就丟給你護盤 丟給你護盤 丟給你護盤 都是這樣啊 這每一年都沒有改變過 只是很多人不曉得而已 來 那我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這東西 剛剛那張大盤的周線 我們看已經漲了兩年多了 來 大盤已經漲兩年多了 這是周線 那我們同樣看股城系統的周線 喔 真的兩年多停就漲上來了 哎唷 特寫 這裡好像怪怪的 好像三線跌破耶 好像出現一個綠色的賣出訊號耶 有沒有 那表示什麼 那你這地方就非常非常小心了 為什麼周線跌破力量那麼可怕 我給你看一檔股票好了 來 這檔股票叫做陳宏 陳宏 這是陳宏的周線 那你看跌破之後 哇天啊 怎麼跌這樣 跌升之後反彈對不對 跌升反彈這拉一個長紅棒 就這一根 這根長紅棒有沒有效 有沒有效 這是空投格局嘛 他好像已經跌破了 空投格局裡面一個長紅棒 拉一個長紅棒上來 有沒有效 特寫 你看有沒有效 你看最後就知道了 有沒有效 這裡現在300塊 現在100多塊而已 110幾 有沒有 哇 有沒有 所以你看拉一個長紅棒上來 就能夠改變這個空投格局嗎 沒有啊 最後還不是現在又崩盤了 又回到起跌點 甚至跌破起漲點了 把這起漲點都跌破了 因為這邊看到數據表更低嘛 這邊147了 所以把這個起漲點 拉上來之後 起漲點都跌破了 那我們看這段格局是什麼 鏡頭拉遠 這一段下來反彈 又破底 來 什麼格局 就這一張 看懂嗎 所以當空投反彈了之後 可不可以追 不行 那怎麼知道空投 趨勢沒有反彈就是空投 沒有反彈不能追 追上去 哇 又破底了 這樣懂意思嗎 那大盤現在什麼格局 大盤現在轉空了 連周線都破了 這是我對大盤比較隱憂的地方 今天盤中有一個非常厲害的操盤高手 操作金額大概在一個月開始可以做61 然後我說余銘 這個盤我非常不看好 我說怎麼了大哥 這盤我看到非常非常的低 看到非常的低 怎麼了 怎麼怎麼這樣看 非常非常沒有信心啊 他很多股票現行都完全破壞掉了 不然就打一個大大型型的頭 大型的頭要突破 非常的困難 現在亮又說 他這個盤非常的憂心 希望這個盤不要跟他想一樣 如果跟他想一樣 那可能會很慘 來 那我們看另外的日線 這兩個交叉點是什麼意思啊 這是什麼 季線 這一條呢 半年線 季線由高而低 由高向下跌破半年線 這叫死亡交叉 對不對 這邊也有一個往下 對不對 這條呢 月線 月線曾經跌破季線 上去又再度跌破 在這裡又跌破 對 月線破季線 月線破半年線 現在季線跌破半年線 最近這三個月已經發生三次死亡交叉 再看一遍 來 月線破季線 有沒有 月線破半年線 接下來季線已經又跌破半年線了 已經三個死亡交叉了 糟糕 死亡交叉 好的話 怎麼叫死亡交叉 就是不好才叫死亡交叉 對不對 月線破季線 短的跌破長了 叫死亡 對不對 死亡交叉第一個 月線破半年線 死亡交叉第二個 季線破半年線 死亡交叉第三個 三個 為什麼叫死亡交叉 為什麼不叫黃金交叉 黃金就是多頭 第一檔怎麼樣 短天期 由上突破長天期 叫黃金交叉 但對不起 現在叫死亡交叉 三個了 有沒有 三個死亡交叉 你要小心喔 空頭格局通常有六個死亡交叉 第一個發生了 第二個也發生了 第四個也發生了 接下來還有三個 三 五 六還沒有發生 我們希望它怎麼樣 不要發生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該發生就是一定會發生 因為有六個 目前只有走完三個而已 電子鬼一樣 這格局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個行情到底有沒有看好 那很看好又是怎麼看好 可能我學意不驚 我看不出來 那我們在這個下跌過程裡面 為什麼很多人會做錯 反彈 如果這個沒有反彈 你怎麼會做錯 一波到底沒有人會做錯 那股票市場為什麼難做 就是它會反彈 下跌又反彈 下跌又反彈 下跌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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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會以為OK了沒問題 然後買進去又買到高點 然後最後受傷了 那如果這樣一波到底 每天跌三毛兩毛 五毛這樣跌 每個都做對 每天跌嚇到嚇死了 就是會反彈 引誘你 反彈引誘你 反彈引誘你 然後最後你才會不知不覺 越錯越深 越套越深 所以我們這格局叫什麼 就是空投格局啊 這個沒有任何疑慮啊 那怎麼會有不同的看法呢 應該看法都一致啊 當然 如果你沒有一個好的工具幫助你 你看的不是這個 你看的就是這個 下面這一張 然後你就會迷失方向 到底都還空呢 到底都還空 可不可以買呢 可不可以攤平加碼一下呢 本來10張變20張呢 對不對 下來 觸底了 快要到底部了 打一個W底了 哇 趕快買完又破底了 這個沒問題 這裡比他低了應該OK了 上去又破底了 現在沒問題 沒問題 現在但你買了這樣 等一下又破底了 你又後悔莫及了 所以你需要什麼 你需要讀懂一個東西 叫做股市語言 就所謂的移動軌跡啦 懂意思嗎 當你看懂他的語言 就在這裡啊 他就告訴你就是空頭啊 當你看懂他語言 你就不會迷失方向了 就很簡單了 對不對 來 我們來看一些股票好了 請問這個格局是什麼 有人會懷疑這是多頭嗎 不會吧 瘋了 不可能啊 為什麼這麼多人看錯做錯 不是空頭格局嗎 反正他這麼沉重啊 到現在也還沒有翻多啊 今天是11月3號 也沒有翻多啊 這哪有任何疑慮 那沒有翻多之前 怎麼可以搶多單呢 這就是空頭格局啊 這真的有這麼困難嗎 我是覺得還好呢 怎麼這麼多人都看錯了呢 對不對 還拼命叫你買股票呢 這什麼格局啊 為什麼突然跌那麼深 那如果真的有選舉行情就不在這裡 應該在這裡才對啊 怎麼跑到這裡來了 那你想想看 股價越跌越深 越跌越深 越套越多 買越久 套越多 買越久 賠越多 那當然就是趨勢往下啊 買三個月的比 買一個月賠得多 買半年的比 買三個月的賠得多 買一年的 賠最多 買越久 套越深 那這是空頭格局啊 所以沒有什麼疑慮 當然會看到新低點 那這是空頭格局嘛 這是什麼格局 這是空頭格局啊 沒有任何販多跡象啊 這是什麼格局 這會有疑慮嗎 不會啊 就是空頭格局啊 為什麼 買越久 套越多 賠越多嘛 很簡單嘛 什麼格局 趨勢往下 空頭格局嘛 所以真的會很多人說 這個牌很OK 我就覺得好像問題還沒有解決呢 你覺得呢 頭這邊 為什麼你抱越久 賠越多 不對啊 這趨勢是往下啊 如果往上 你就抱越久 賺越多嘛 那你現在抱越久 賠越多 很明顯的 這格局就是不對啊 如果你對 那就抱越久 賺越多 趨勢往上嘛 那你現在抱越久 賠越多 當然趨勢往下嘛 這什麼格局 這是空頭格局啊 這沒有任何販多 我不用懷疑它 譬如說 我們看其他股票有沒有自勝 這什麼格局 這空頭格局啊 這沒有任何疑慮啊 等於是嗎 這什麼格局 為什麼會突然破底 早就轉空了 所以有一天你會看到低點 很正常 反彈之後又下來 又看到低點 很正常 這什麼格局 都能跌快五成了 當然是空頭格局啊 那我們看他請問到底翻多了沒有 來 前日是11月3號 沒有啊 這沒有任何翻多的跡象啊 所以在空頭格局 你可不可以搶這個反彈 不行 有就趕快跑 有股票就趕快跑 懂嗎 趕快逃命 減少損失 不要強去攤平加碼 這是空頭格局 沒有任何改變 這什麼格局 這當然是空頭格局 它真的有任何疑慮 所以這種股票你千萬千萬不要去搶多攤 你搶了有一天你會受傷 你會後悔莫及 這什麼格局 這當然是空頭格局啊 這什麼格局 這當然是空頭格局啊 這沒有任何疑慮啊 所以一不小心跌破半點低點 有沒有 看一下 這什麼格局 一不小心為什麼跌破半點低點 對不對 看到數字就只要最低點 為什麼 這是空頭格局啦 這不是多頭股票啦 來 比如說大力光 這什麼格局反彈下來 那請問這什麼格局 今天11月3號 這什麼格局 空頭格局啊 沒有任何改變啊 所以可不可以搶反彈 我不贊成 我是覺得應該逢高放空才對 不是去搶這個多單 都已經空了你搶多單幹什麼 所以很簡單 這格局就是空頭格局 那如果連股王都空頭格局 那請問你操作上要不要小心一點 我只能說這個地方你操作上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 來 那你不要以為跌晚了 小型的空頭股票它可能會輪跌 起跌 補跌 可能只有一次 但大型的股票 那不是喔 它可能會跟上面這個一樣 輪跌 起跌 補跌 叫下跌三部曲 它會重演很多次 輪跌 起跌 補跌 第一波環 整理完 一二三四 再來一次 輪跌 起跌 補跌 再整理一下 反彈一下 又來一次 一二三四 再來一次 再跟你補跌 輪跌 起跌 補跌 所以你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 懂意思嗎 不要去猜大盤是大循環還是小循環 該邁信出現就是要出場 邁信沒有到 不要去追 這就是我對盤式的看法 來 怎麼看市場消息 最近很多市場消息 但這市場消息出來奇怪 怎麼都好消息出來都不會漲 那就要非常小心 我想我舉一些股票好了 都是非常好的消息喔 來 利多 月底的消息 華雅科 這個南亞科 第三季 獲利雙雙創新高 當獲利創新高 股價是不是應該創新高才合理 請這是創新高還是創新低 你要小心喔 為什麼獲利創新高股價跌快四成 那請問目前的反彈什麼格局 糟了 空投反彈 請問有翻多嗎 沒有 所以沒有翻多不可以追多單 我想操作就這麼簡單 這麼清楚 多在哪裡這一段 你可以做多 到了這裡 對不起 多投所玩的 好嗎 抱越久 賠越多 空投格局 這一段你去做多 是OK的 絕對沒問題 多單可以 到了這一段 你千萬不要搶多單 你抱一久 就賠越多 這叫空投格局 懂意思嗎 那我們說空投的時候要怎麼樣 要很小心 因為當壞消息 怎麼樣 不跌 利空出境才可以買 那如果好消息來跟你做營收創新高 都不會漲 就叫利多出境 懂意思嗎 利多出境 你就要很小心了 不是讓你追股票的喔 來 比如說 第三季 營收獲利創新高 那很好啊 股價可以漲翻天了吧 這是禮拜四發的新聞 發力多跌停板 左邊 發力多跌停板 這個好像有點詭異喔 好 營收獲利雙雙創新高 10月30 禮拜四 發力多跌停板 發力多可以漲停板 怎麼跌停板 利多不漲 股價跌破 三個月底點 所以你知道要不要小心 不小心 那就可能這樣會損失喔 有沒有 原來早就告訴你 這股票格局不對了 1 2 3 4 5 6 短線上也出現6個反壓了 每一個反壓都是他一個壓力 這麼大壓力去在這裡 早就已經轉空了 你去追多單怎麼會賺得到錢 那你覺得一個多樓市場 應該利多不漲嗎 利多不漲就詭異了 利多應該漲停板才對嘛 來 這次禮拜四發的新聞 台達電 第三季 獲利創新高 每股 6.43 那應該蠻不錯啦 嗯 怎麼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呢 第三季不是創新高了嗎 為什麼股價已經從225 拉到176了 來 原來早就轉空了 你不要管他發什麼消息都沒有用的 為什麼 為什麼利多還得不會漲 空頭市場基本面無效 懂嗎 所以利多也沒有用 照樣漲 跌停板給你看 來 我們說大力光 來做一個什麼 跌生之後做一個反彈 那大力光的格局是什麼 空頭格局 剛剛講過沒有任何改變 短線反彈而已 所以很簡單 當有一天反彈結束 他還是要往下修正 所以操作上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 我們這段廣告再回到現場 等一下喔 喂 為什麼最近公司通訊死角這麼多啊 沒辦法啊 基地台又被拆了 媽 什麼事啊 我要去修基地台 要沒帶 手機要沒通 我快擔心死了 台區通訊設備嚴重受創 各家電信業者正在基地搶修當中 你怎麼來了 你的手機都打不通 我跟媽都快擔心死了 爸 基地台 電子坡 危不危險啊 我們的基地台 都符合國際和國家的安全標準 安心啦 大於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助你邁向財富人生 致富專線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於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助你邁向財富人生 致富專線 02-2500-6999 02-2500-6999 頭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文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 膽有 好 歡迎來到現場 我想現階段 大家對到底這個盤是應該怎麼操作都充滿了不同的看法 大概全市場 大概全市場只有張藝民跟你講這個地方你要小心 大概沒有人跟你講這個地方 有問題 大概全市場好像 只剩下我跟你講 這個地方有問題 說真的讓我想起一件事 來 我們看一下 你會覺得這股票沒問題嗎 哪有可憐 那如果沒問題它怎麼會這樣跌呢 對不對 這格局就不對啊 喔 原來轉空了 那為什麼很多人會 不相信不認同 我想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就是因為你已經壓進去 你已經站在一邊你選擇進去了 當你跳進去了 你就是站在那裡了 你覺得做多 你就是認為多了 你所有腦筋想法看法 你所要看的資料 你所要聽的話 都是大朋友找 講不同的話你聽不進去 那我想起一件事 以前我弟弟 我記得大概30歲左右 那時候他帶一個女生回家 那回家之後 我啦 反正兄弟每一個人 爸爸媽媽 反正不含左右鄰居 每個都說那個女生不好 那你怎麼會帶那個女生 那個很醜啊 個子又矮 然後又瘦巴巴 然後又沒有禮貌 然後 閩南人說不要再搞事 就是又醜又沒有規矩 又沒有禮貌 大家都很討厭他 當然我是第一個講 弟弟那做肉 不要再搞事 你怎麼會喜歡那個女生 他跟我翻臉耶 他要跟我打架耶 差一點就打起來了 後來爸爸看兩個兒子要打架 幹什麼不可以打 出來勸架 如果爸爸沒出來 大概兩個就打起來了 因為我說他女朋友很醜啊 不開心啊 不爽啊 那你想想看他為什麼找那個女生 全世界這麼多人口 台灣2300萬人 他為什麼找那個女生 他一定覺得他很漂亮嘛 他才把他 找過來當女朋友嘛 對不對 當然是別人的眼光是客觀的 我對他還沒有感情啊 我就看他就醜就醜 我就跟你說醜啊 不是我說而已啊 我們所有家人 左右鄰居都說很醜啊 又矮又醜又沒有禮貌 大家都給他嚇 但他聽了就不開心 因為他覺得那時候女朋友 你怎麼可以說我醜 我覺得他很漂亮啊 你怎麼可以說他醜 然後我就吵起來了 這就跟投資人買股票的 心態是一樣的 當你買進去了 你看多你買進去 你只做多了 你就聽不見別人的話 跟你說格局不對 那股票不應該買 你聽不進去 你聽會不開心 可是我是客觀的啊 不對我就跟你說不對啊 我不需要討好你啊 懂意思嗎 那這格局就是空頭 那我要跟你說多頭嗎 這空頭也沒有任何改變啊 怎麼知道 這是空頭格局啊 所以當沒有翻桌之前 我就是看空啊 這沒有任何疑慮啊 所以你說現在電子股 現在大反什麼格局 什麼格局你告訴我 你為什麼看多 那你為什麼報越久賠越多 雖然最近有少賠一點 可是整體來你還是賠很多錢啊 對不對 如果你扣掉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不要看 那不是對不對 現在在這裡 那你買幾個也不是賠很多錢了嗎 所以這格局是不對的啊 為什麼 這沒有翻多啊 沒有翻多當然看空啊 難道沒有翻多去做多嗎 不對啊 但是 當你買進去 你跳進去 你壓進去 靠邊站了 別人的話你聽不進去 因為你已經有預設立場了 懂意思嗎 所以當有一天你在後悔 隔幾十年之後 我們在談起這件事 兄弟在談這件事 你當時怎麼會 喜歡那個女生 我愛得要死 當時 當時哥哥跟你講 你不開心 差點打起來 別再說 別再說 當時真的是瘋了 瞎了眼睛 怎麼會喜歡那個女生呢 事後後悔了 因為你已經跳開了嘛 對不對 你已經客觀來分析 當然實在 不應該喜歡這個女生 可是你跳進去 你就迷失在裡面了 對不對 因為人總是有基本的判斷 那不可能錯啦 你不可能看不出哪一個 比較漂亮嘛 不可能啊 這林志玲這許淳沒你 你不可能看不出哪一個 比較討人喜歡嘛 這不可能的 這很簡單啊 可是為什麼你會迷失呢 同學朋友 因為你可能跳進去了嘛 懂意思嗎 來 像很多股票 他怎麼點那麼盛 同學朋友 所以你要探究中間的原因 同一時做瓶蓋 技術門檻是不是很高 當然沒有啊 那如果有一天被人要取代了 好你要大陸訂單不下給你 那就完蛋了 那股價就是跌成這樣子 很簡單很正常 所以7月要生存兩個條件 第一個資金密集 哇我是台積電 我要一兆的資金才能建立一個廠 才能夠完成我們所有的設備 市場有一定的知名度 有一定的市占率 技術層面別人沒辦法取代 哇資本密集 要不然就是技術密集 你的技術是別人不能取代的 那就費用你不可 那如果沒有這個條件 哇資本門檻很低 技術也不高 那有一天就是這樣啊 被他幹掉他就完蛋 他就跌下來了 懂意思嗎 來什麼格局 空頭格局啊 那你去買買看 你就會不會受傷 你會傷得很重 你會賠五成六成 懂意思嗎 他為什麼突然會跌那麼深 這怎麼可能叫多頭 所以只是你不願意去面對 太多空頭股票 你不願意去面對了 這當然是空頭格局啊 這根本沒有翻多 怎麼會多頭呢 蘋果手機概念股 這什麼格局 這當然是空頭格局 不然怎麼會跌那麼深 所以你看你買了這一段 哇天啊 這不是空頭格局嗎 對不對 所以當你有一天 你買錯了股票 格局都改變 你還覺得是OK的 那有一天會出大問題 一開始該出場不出場 你將來出場一定是重傷 一定會傷得非常非常的重 來 這什麼格局 這當然是空頭格局啊 不然怎麼會跌那麼深 那跌深了以後 你看這邊還拉一個漲停板 拉一個漲停板 這兩根漲停板 不曉得害死多少人 為什麼 你又跳進去 覺得OK了 攤平加碼 再崩一次盤 那如果沒有這兩根 你可能本來套10張 到現在你可能套50張 為什麼 看到它漲停板 你又追進去了 哇崩盤了 來這什麼格局 這兩根 什麼格局 空頭格局啊 沒有翻多 這兩根就是這兩根啊 有沒有翻多嗎 沒有啊 那沒有翻多 你追進去 哇小心破底了 50幾%就是你賠的 這種例子太多太多了 我也講不完 你覺得它沒問題嗎 沒問題怎麼會跌那麼深 頭這邊 當有一天你要後悔 已經來不及了 那你為什麼在40不出 30也可以出 20也可以出啊 現在10塊了 你10塊也可以出啊 現在8塊多了 這邊跌很深 你都不曉得怎麼辦呢 當有一天 你碰掉兩股票跌9成 你避不開 你所有財產都輸光了 所以我們說高手操盤 跟散戶操盤 它是不一樣的判斷 高手操盤 先看風險 現在沒有翻多 怎麼可以做多 要延守紀律 因為風險跟紀律 你才能夠創造利潤 散戶不一樣 反彈就差一下 有可能反彈上去了 賭一賭 買個一張 搶個反彈 這就是散戶的心態 當然長久下來 那輸贏就出來了嘛 這一定會產生很大的一個落差的嘛 懂意思嗎 所以很簡單 不要把方向搞錯了 當你搞錯了 這個代價 太大太大了 懂意思嗎 想買轉折 就會不斷的摸底 探底摸底 你不曉得底在哪裡 想買趨勢 那就輕鬆多了 趨勢改變了 才可以買 趨勢翻多了 才可以買多 如果沒有就不能買 想買最低 不會賺的比較多 很多人為什麼想一搶 看能不能買到最低點 有些你看中石化 從40跌跌跌跌跌到10塊 40跌到20好低有夭折 再跌到10塊好低 再跌到8塊 你永遠摸不到它的底 懂意思嗎 想買最低不會賺比較多 你東升你會套牢很多錢 買對方向才能夠賺大錢 買對趨勢才能夠賺大錢 所以記得要把方向先搞清楚 來談個股 搞不清楚 有一天 你會受到很大的傷害 該出場不出場 將來一定是重傷 我們今天到這裡 明天再見 這段隨身評估並自負 投資風險 這段主題是現在時下最夯的自行車 你知道嗎 騎自行車可以使用手機嗎 不然怎麼拯救世界 很危險耶 會出人命啦 喝完酒之後可以騎自行車嗎 欸不行 最不上道 知道嗎 海上騎車要使用車燈嗎 不用啦 就跟車子很爽 哎呀 要開啦 跟別人才互相看得到嘛 實際行車 不可以使用手機 不可以喝酒 夜見騎車 使用車燈 鐵馬安全行 自在好心情 拖鋪關心你 自負專線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禹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